好 我們是金子的小 我是包裹 我是維恩 那我們今天的企劃呢 就是要來介紹日本上班族的假日要怎麼過 對 好 然後現在已經是接近中午的時間啦 因為我們早上在休息跟打電動 吃早餐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高原市的商店街附近 然後要來找找看中午要吃什麼啦 現在在高伯在家工作的時候 非常常來吃的一家餐廳叫做拉麵店叫三根薯 對 三根薯 然後它在塔菲律克百分店也3.8級 所以分量非常滿高 沒想到週末的時候人排成這樣子 可是無論如何 我都想要讓維恩來吃 因為他騎出高原市的最晚時間 好像都沒有特別吃高原市的美食 所以 吃吃看吧 我點個特製味噌 然後再點叉燒 然後這個東西有點像是 筍桿吧 麵吧 這樣子 我點的是 味玉拉麵 這就是我點的 味玉拉麵 其實就是一般的拉麵啦 味玉代表是那顆蛋的意思 對 然後我點個特製的味噌拉麵 嗯 你的看起來很清潮欸 真的啊 超爽 超爽 顏色很漂亮 好吃嗎 這個 滿足你的 清淡型的拉麵 口感吧 這家湯頭 我喜歡 淡淡的醬油 加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湯啦 反正也很好喝 很香 可是沒有負擔感 因為日本拉麵比較容易偏鹹 所以有滿多拉麵 其實不太符合台灣人的胃口 這家對我來說 喜歡吃清淡的 我覺得很剛好 我吃的是那個老闆特製 應該幾點現地的味噌口味 我覺得是蠻好吃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那個 叫什麼 叉燒真的超棒的 叉燒很好吃的 很軟 我覺得這塊是很軟的 但是是瘦肉的 然後口感還蠻好的 吃拉麵 吃拉麵要吃明天拉麵 就真的要心裡準備要排超久 我剛剛外面排了二十幾個人吧 就是排了半個小時左右 我覺得大家都蠻習慣的 非常文化 而且老闆就用他自己的布料去做拉麵 這也是老闆就是一個一個自己精緻做出來的 我們吃完了這個山根樹 然後 有一種被治癒的感覺嗎 對 因為這個Bob帶我來吃的這家 是你自己也覺得很好吃嘛 對啊 超好吃 對啊 然後 它已經變成我的最新的拉麵的愛店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因為我這幾年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我喜歡吃清淡一點的 對對對 然後它的雖然是醬油拉麵 可是我覺得它的湯很香 然後鹹度剛剛好 然後整碗吃下去 我剛剛覺得有感受到老闆對每一個料 結果它的筍乾也很好吃 然後它的蔥味道也很香 對 然後麵也很好吃 然後又很入味又很Q 就是它的一切 然後它的衛浴 就是那個水族蛋 對 不是水族蛋 就是那個蛋 也超好吃的 對 一切都加在一起 就有一種 啊 我吃了一碗完美的麵的感覺 就我很少看到維恩會把湯喝完 我剛剛整個 他把他喝完 而且他吃 他通常吃比我慢 對 他剛剛吃超快的 我上一次把湯喝完 是大概六七年前 我第一次來東京吃一蘭拉麵的時候 我那時候整個拿起來喝完 然後覺得哇 好好吃喔 六年之後已經進化到一個新的程度了 對 現在要吃百明店拉麵 太爽了 這其實就是 對啊 怎麼說 這其實就是日本上班族的小確幸 對 就是你可能週末 然後去排一家明店 然後排個一個小時 吃一下 爽一下 逛個街 真的很開心 爽 哇靠 東京好像這種巷子裡面啊 還蠻容易經過就看到一些 看起來很時尚的小店家 對啊 而且這個地方離車端那麼遠 還是有很多年輕人不遠 就是千里而來這邊喝杯咖啡 他們都穿很時尚 穿大衣什麼的 對啊 在這個 就是小小的住宅區裡面 在這個其實看似非常的不時尚的地方 他們穿得很時尚 可是老闆自己也不知道這家店會這麼的行吧 還蠻有趣的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是中野中央公園 那我們準備買一杯咖啡對吧 然後等一下就坐在這邊的公園 喝杯咖啡 感覺應該還不錯 嗯 然後這邊 有一個小故事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在這邊下學的時候 曾經硬要拍影片過 對對對 然後冷到不行 對 因為2019 2018 好幾年前 沒錯 好 我們這邊就接雪景 邊下雪邊嗓音的感覺還真不錯呢 地上已經有慢慢的積雪積起來了 這邊真的是風大雪大 連車上都積雪了 太扯了 這雪都下橫的 真的 耶 乾杯 好 我們喝完咖啡了 現在要去那個中野百老會了 對 那另外一個鮑勃 周末還蠻常來的地方 就有這個 Nakano Broadway 那這邊其實有點像是台灣的萬年百貨吧 對還蠻像的 他在每一層樓都有一些 就是特定收藏 收藏家或喜歡的東西 比方說有 收藏漫畫 收藏卡片 收藏公仔 收藏手錶 甚至收藏耳機的人都會特別來這邊挖寶 對我剛看到好像也有一些講中文的人來這邊瞎逛 對對對 而且很多人都外國人在這邊 歐美人 他們可能就已經 車內員可能已經沒辦法滿足他們 他們就特別來拿Kano Broadway這邊 我們現在要來買一個 冰淇淋 然後這邊的特色是有這個 巨大的冰淇淋 這個我們的Satomi醬也有買過 還有一些日本電視節目有介紹 如果是一般為了拍片 我們應該是買這麼長的對不對 對啊 但今天是拍Vlog 所以結果我們買這個 就是我們可以吃了一下Satomi 你買什麼口味 應該是咖啡 然後香草跟 我不知道是哈密瓜還是那個Pistachio 它這色就蠻黑的 它真的真的超好吃 我覺得沒有 但我覺得 平常一隻380 然後可以吃很多口感 很爽 對啊 主要是因為Satomi有來過 Satomi Satomi 十元 對對對 我們已經逛完那個 Nakano Broadway 對 然後現在是在 這條是什麼 Satomi 對 Satomi 就是它的 Nakano Broadway 前面的一個 非常有機能性 生活感的一個 商店街 對 我其實還蠻長 但是上面買一些 居家用品 比方說一天逛完之後 我就會 買一些生活用品 然後買回家 這樣 對我來說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對啊 因為我們現在基本上 對 算是都在你家附近的範圍 對對對 多 Setting 或許 大 área Doo 達成 從 達成 3 T어요 T어요 Tem 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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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現在來到新宿的哪邊 這邊是新宿的溪孔 然後這邊有很大家的Youtubashi Camera 還有很多本館的、比喻館的 反正好多不同的館 然後裡面有一館我們特別的喜歡 其實是它的攝影照相館 它氣態非常大很多 維恩跟鮑勃就是聊天兩三句就不理相機 所以我們每次到相機店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聊上一整碗 哇真的逛的超開心的 維恩你買什麼東西嗎 目前還在看 因為其實我是想有一點點想要買全片幅的相機 但我覺得剛在裡面摸了一下之後發現 確實都蠻重的 然後像我們就是最強的需求是便利 然後快取快拍 所以可能暫時還不一定會換 我們最好的朋友目前還是手機啦 對啊 要相機要到我們的需求 可能要不然就很貴 不然就是很重這樣 各位目前今天看到的所有都是用手機拍的喔 好 雷姆叫 這邊還有東京萬復仇者 咒術迴戰 然後也有我音的 好我們現在就繼續往東口散步過去囉 對啊其實新宿真的是蠻好逛的 因為新宿其實距離包伯價還蠻近的 剛剛搭車其實也是5到10分鐘之內 所以週末的時候呢 我就會在家裡稍微 可能剪個片啊 看個動漫啊等等的 然後像剛剛這樣吃個飯 然後坐個車來到了新宿 然後有時候是逛電器行 然後有時候是逛服飾店這樣子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還是東口的範圍嗎 對東口靠近新宿三丁木的範圍 對然後因為我想要買一個毛帽 因為之後會去下雪的地方拍片 對 所以去福音良品看看啦 好你買什麼東西 買了一個毛帽嘛 基本上都是防寒的 然後這個是類似耳罩 對 然後還買了一個有點像毛巾的微脖子 好我們來微的脖子 微人時裝秀 微人時裝秀一下 這個有點麻煩 太麻煩了 應該馬上穿上去會馬上流汗對不對 對沒錯 蠻便宜的這樣三個 item加起來多少錢 這三個加起來六千塊日幣 哇現在折合台幣大概一千出頭吧 一千多買到這三個其實蠻扯的 不錯不錯不錯 我們來喝瑋恩上次來訪日本就被包伯推坑的這什麼東西 對一兩可樂 對 我上次在散步的路線的影片中 對 也有講到說我覺得這超好合 它就是一個算偏健康天然素材做的一些香料做的可樂 它一瓶就硬生生的比葡萄可口可樂貴更三倍左右 然後它喝起來有點像薑汁汽水但是味道更清新 對 好想要帶你這個進台灣 我們現在來到了宮下公園頂樓的戶外的草皮 那包伯通常逛完宮下公園下面的時尚的一些商店之後呢 有時候會自己走來這邊放空一下看看東京的時尚 然後吹吹風走走路這樣感覺不錯的 還不錯 這邊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就覺得還蠻喜歡的 然後我自己在屋頂這邊坐著喝了一杯咖啡 喔星巴克的嗎 對對對沒錯 這邊真的很多很多東京的年輕人 然後是潮流人士在這邊 如果你覺得對東京的時尚就是很有興趣的話 那就看看這邊的穿著應該不會讓你失望 而且這邊天氣好的時候在那個草皮上喝咖啡什麼的還不錯 我們從宮下公園應該散步了5分鐘10分鐘 現在來到社股吧 社股元素附近的 particle也算是新的百物公司 那包裹每次都逛完 逛要逛完 我直接上來 只要怕如果再繼續逛 對啦 我們去那個任天堂store看看好了 欸 我們不是要逛那個任天堂store 人太多啊 真的沒辦法逛 反正下次再來就好啦 我們剛好拍了幾張照片 可以去我們粉專看 很可愛 現在已經是一月初啦 不過它那個車站口這裡那個 Illumination 那邊還沒有拆 可能要直接到2月14號吧 對啊 所以 浪漫 兩個月 還蠻漂亮的 對啊 我們走那個 Daiya Street 一樣是商店街啦 吉祥市這邊還蠻爽的齁 就是 車站一出來又兩個遊頂商店街 而且吉祥市離我家真的很近 從高原市坐車大概也是10分鐘左右就到了吧 然後所以我其實還蠻長 甚至平常是下班的時候又直接坐車到這邊晃晃的 對啊 我們今天其實帶 也不是帶大家去啊 應該說我們今天去的地方 包含什麼 新宿啊 澀谷 然後到這邊 其實都是 離你家不算很遠 然後都非常熱鬧非常爽的地方 對 我們常吃的愛店已經進化到可以使用Tablet 這樣才方便 這樣我們就沒辦法練習我們的爛日文了 吃了一百次永遠吃不膩的糖咖哩 這樣你是回到台灣的時候會偶爾想到會想吃這種店嗎 嗯 會啊 就一直很想要代理這家店 我覺得在台灣應該會賣到爆炸 絕對會賣到爆炸 對 我的湯是那個嘛 Coconut的嘛 對 Coconut soup 然後再來單點的那個 Zanki 黑海盜的炸雞 炸雞 我要來咖哩配湯 要不要配飯 嗯 好香 可是我怎麼吃都吃不膩 真的太好吃了 一天的飄就結束了 真的 好爽 一天最爽的時候就是 累日可以洗完澡 然後在家裡打PS5 假裝在家裡玩 其實還是在拍影片 不要戳破嘛 還戴麥克風 哈哈哈哈 就我們今天來好好 輕輕鬆鬆的休息一下這樣子 沒錯 對 這就是YouTuber的日常啦 對呀 我們上一卡還在吃飯 下一卡就已經坐在這裡了 那剛剛其實是一回家就整理 都整理系的 對 剛剛其實已經忙了一陣子 然後你現在在玩的這個叫什麼 Lost Judgment Lost Judgment 我不知道中文 審判之眼嗎 審判之眼好像是第一代 反正就是一個人中之龍系列的一個遊戲 然後因為我最近才買PS5嘛 所以然後就這是我PS5的前幾款遊戲 然後因為這是開放世界的遊戲 所以可以玩很久 我們已經玩了20個小時 然後感覺還有很多可以玩 對呀 我們現在阿滴化了 阿滴化什麼意思 沒有阿滴之前也是人設解放 然後就開始打電動給大家 也不是給大家看 就是他跟大家說我最近在打電動 對 玩太空戰士什麼 對啊打電動OK的啦對不對 對啊 這隻有眉毛 好 那我們的Ending呢 就來給大家看看就是 目前好像還算有點難買到的PS5 對 PS5 來 然後做個Ending吧 我們來看看 PS5的本體 這就是傳說中的很貴的Wi-Fi機 對 好 那我們睡前的話 請問一下你覺得最棒的 日本上班族的週末是怎麼樣 我覺得阿 因為日本上班族其實真的蠻辛苦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日本上班族的週末 當然很多人很想出去玩阿 就是去個兩天一夜 但我覺得對我來說阿 日本上班族真的 最快樂的時光就是能夠好好休息 那我喜歡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好啦 我們今天的那個 日本上班族的一天就這樣囉 我想要繼續玩電動啦 嘿嘿嘿 我是包伯 我是主文 大家下見 掰掰